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于是800里这个所谓800里秦川 我就坐在车上 坐车走过来 我就是去了宝基 我刚从宝基回来 宝基 我给你讲宝基最重要的一个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什么 周园 青铜 青铜博物馆 据说全国一半的青铜器 就在这个宝基的博物馆 台北故宫那几家 毛宫顶 什么散射盘 都出于宝基 周园的老家 周人的老家 周园就在暴基 所以这个青铜器博物馆 开了一个眼 所以说 不是咱们的话题 但是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过去我们说的 你今天我们建造的青铜器 都是那种秀的 都是都已经秀成 有的是黑的 有的是绿的 有的是蓝的 但是不是都说 说这个青铜器 刚出来的时候 刚出锅的 不是当年刚做好的时候 不是这样 是金光闪闪的 是当时青铜器有个名称 叫吉金 吉祥的吉 金字的金 它是铜器 新的的时候 就当年的时候 几千年前的时候 金黄色 是金色的 但是我们一直 没有机会看到 我们看到的铜锈 可是在这个博物馆 有了 因为几个农民 一锄头 凿了一个洞 在200几年的 我忘了 200几年的 一锄头凿开一洞 这个洞 为什么那些锈了呢 因为埋在土里 或者埋在水里 这个是当年逃走的时候 什么贵族 叫来吧 还是叫什么 什么贵族 他把等于青铜器 给藏在里边 所以里面是空的 那是什么地方 里面是空的 里面什么里面 一个窑洞里面 窑洞 就是他封存在 他把他们家 他给他逃难之前 把他们家的青铜器 封存在这个洞里 所以就是空的 空的就有机会 你看到了他原本的金色 它是空的 反而会有空 是会氧化 它一直是密封的 但是等你看到 不就已经氧化了吗 不是 等我们看到 他也经过一点除锈 你可以看看 来你看 你看这张 这下就下边 这五个农民立了功 一锄头刨开 当时就是这样 也是有点锈 但你仔细看 左边这个 对 经过一些 经过一些必要的 简单除锈之后 你看下面 我现在在博物馆看到 哇 这就是集金 就青铜器 在这个金 你知道吧 然后呢 你再看下面 这个是这个管理 很有名的 那个一件东西 这个就是那个折公 叫折公 就是这个青铜器的 这个精品 说是一百多件动物 就非常 完全是国宝 就是在那 但是我就说 咱们这个开开这个眼 我呀 这个朋友带着我 我说我想找一方 这个清净地 咱们现在逃避现实 我是到秦岭去 你知道吗 翻过秦岭 很壮观 对 因为你翻过秦岭 气候就变了 对 你就到了陕南了 对 到了陕南 就是舒服很多 小江南了 就南方 秦岭淮河南北方 一下空气就湿润了 对 然后呢 我到了一个县 到了一个县呢 这个县就是重庆 嘉陵江的源头之地 叫做凤县 凤凤凰黄的凤 叫凤县 这个县呢 哎呀 我这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 这个县呢 就是 很多人呢 就说 感谢这个县长 所以这个可以引起我们 这个前几集我们谈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问题啊 有一定的复杂性 这个县我一去 你知道我一到啊 那可真叫热人 喽喽啊 就是楼骨这个 宣天 你知道这个县 比如说这个县长 现在已经调到别的县了 就说这县长非常有办法 五年前 这是个穷山沟 谁也会来啊 没有人来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现在搞的 就是说去年一年 他们说你知道吸引多少游客 你说那些世界大的旅游胜地 吸引多少游客 这个小县城啊 吸引150万 这个小县城的人口 可能也就才一万 什么 我具体不清楚啊 吸引150万游客 那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县长会搞 你知道吗 搞的啊 这个县城 我先跟你讲啊 这个八百里秦川 我一看啊 会搞 我看见一个警官 我看见一个警官 你们都没见过 特别有意思 我把这个警官形容为 政治化唱的一个歌 叫星星点灯 我们那个 因为晚上他路上出车祸 堵车 我们就晚了 晚上走啊 看到这个山啊 无数个小灯泡 你知道吗 也不是很亮 它就是 是灯泡 真的是灯泡 小灯啊 那是明居 整个的这个山 不是明居 就是大山啊 他上了挂灯泡 大山上无数个小灯 你看到这个 这个不满的小灯 就这个山形的星空 你知道吗 然后我在这个县里也看到 他们他们说 这是这个县县县厂搞的 就说这个县城的这个这个山啊 都弄成这种小灯 然后呢 他还做了一个人造月亮 在这个这个山上 这是一个警官 而且而且你你我可以给你看看 这个照片 这个县城 小香港 现在被称为小香港 你看背后了没有 你看背后那个山 我看到了 就是无数个小灯 你看最亮的那个地方啊 是个月亮 那个月亮呢 还会变 会从半月 它是个灯吗 也是个 也是个灯 上弦月 下弦月 还变成满月 这叫做这个江边那些 是什么房子呢 那是 那就是县城 对对对 县城的房子 然后你看有条龙 沿江有条龙 这就是 你知道吗 而且他这个这个这个县城 山上都是灯 非常好 叫新火燎原的 非常好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县的 我在我现在觉得 北方的干部 我接触啊 跟南方干部不太一样 南方就看得出来啊 基本上就是民间自主发展的比较大 好像干部就 你不大感觉到干部做了些 尤其广东啊 尤其广东这边 浙江这些 北方这个说实在的 你看我这次去 跟这个宝基市市长啊 还跟他这个县县里的人 你有一点不能不承认 他确实念资在资 因为基本上 只要靠干部 想点子 因为可能老百姓啊 有惰性 就是过惯了这种 比较悠闲的生活 不是 北方人这样的吗 陕西人就出名的 他就是比较惰性 就是有点好像 不太爱改变 不太喜欢改变 然后呢 就这个干部啊 全是想点子 就是说 要想办法 把我们这个地方打出去 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有名 你看啊 像我们这种 你比如小自然级知识分子 我们会说 我找不到一个清静地 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在中国 我找不到 可是对他们来说 过去没有人来啊 这就是贫困 就贫困县 一有人来 说实在的 我听县里的人跟我讲啊 这么多游客来了之后啊 每个周末都来啊 来了之后啊 政府未必见得能多挣多少钱 但是老百姓付了 因为这个人 人多了嘛 吃喝拉撒睡玩啊 哎 这些人都从哪来啊 有大城市来 还是隔壁县 西安 他们说是西安的后花园嘛 西安人现在度周末 就可以 西安人很喜欢到里南 就勤里里南的地方去玩 但是你知道他有什么资源 说实在话啊 小范围内 你可以说他有旅游资源 像咱们这种 见过世面的人看来 就等于他没有太多的资源 要靠人呢 搞一些东西 造出来 然后呢 你知道甚至是全县干部 公务员大出动 我一去吃完晚饭 上街 说怎么的 全县干部公务员不得闲呢 晚上都出去跳舞去 你知道吗 围着一个一个的 那个假的那个炉火呀 都是公务员 必须的 围着那个跳 跳锅庄舞 就枪足那个锅庄舞 因为你跳游客 在那拉着游客 跟着跳 这不就有人气热闹吗 所以全县政府 公务员 公务员是枪足的吗 他不是枪足的 但是就说也是枪足 当年跟这有点 枪足过去肯定也经过那条路 反正现在就是说 不惜一切手段 搞活旅游业 所以说我就说 我拿我这相机啊 就这我这相机 有个摄影的功能 我就坐在那导游车上啊 金盘解说车 他们给我找了一个 讲了这么一路啊 你可以感觉一下 这种人声鼎沸 人气的这种气氛 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给你们看看 同时 吴蔡辰 就此来到温先生的首帐 几下无疑 省计健康 以省平安 全也曾远走 换 也曾远答 好 我们加油 一口一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贵酒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婚言领悟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慧服务 所以你们老说 爱用这个词搞啊 中国的工作 就真是你要会搞 你像这个县 我就觉得它就是这个 它会搞 它原本就有一个穷山沟 它现在它一个县城 它有五个公园 都是造出来 而且你看文道 我觉得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人 你真可以去看看 它这个很多个信息啊 你有很多 就很复杂 你比如说 好家一面就是 很长很长的一面墙 全是浅浮雕 或者是有一面画壁 画的有全是 我在很多南方的镇 也搞这些 百善孝为先 对对对 就是儒家伦理的这一套 对 这一类我 全国都有 又给你画上 都是百万雄丝固长 不是 不是 它是这个儒家的这一套 孝顺图啊什么的 给你弄这个 甚至是唐诗配画 就弄这个 全线就是灯火通明 而且就是说 怎么能够 我发现中国各级干部啊 就跟中国的明星似的 他现在琢磨的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怎么能让别人注意我 怎么能让吸引人 到我这个地方来 于是你知道他搞了一个什么 他搞的这个 他搞的最大的 人们去的一个理由 就是天下第一喷泉 这个喷泉 这个喷泉能喷多高 我还真没听说过 180米高 纽约的帝国大厦 能有多高 他说啊 180米 那个瑞士刘森 那个是多少米啊 他们说这个 好像最高的上200多米 这个这个 他们也曾经想过 但是据说要多花好几百万 就就省了 就但是180米 基本上也是不是能理解成中国第一 那就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十里八乡的人 来了之后 你知道吗 而且也是就先看演出 他专门有一个 就像你说的那种 枪足大地 那种演出 看完演出之后 这就一程序 你知道吗 看完演出之后 我们就到平台上 吃着瓜子 热热闹闹 有的时候还抢座位 搭起来了 就是那游客 完了之后 你准备看这个 天下第一喷泉 喷泉 喷的就是180米之高 我拍段来 你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盛况 你看看 一个80米 你看看完喷泉之后 导演在出下降照片 你看听的意思 这就是人 人 这就是人气 这个这个 所以我说 而且你们 而且我要提 我要提醒你们 注意这个近景 你看这个近景 像是个怪家伙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路灯 闻到 你看见那块板 是个什么板 是个太阳能板 你看上面是个什么 是个像荷兰风车 一样的东西 风能 对 风能 也用风能 也用太阳能来做这个灯 所以你知道就是中国这县城 你知道它很有意思 它会搞的这个点子 对 你说 我刚才跟你讲山上的这些个东西 不是小灯泡 而是无数个小太阳能灯 就是有一块这个板 白天在收集太阳能 所以它不会太耗电 它不是用电的 包括那个人造月亮 水电火电 它是太阳能 满山弄满了这种太阳能板 叫环保 然后完了之后 夜里 它就自动控制 它就亮 你该怎么看 我觉得这样 其实有一个前提 因为中国人真的太多 太多了 你没办法的 你比如说你不像很多人去 比如说你说中产阶级 这是分子 老在歌颂 人家欧美 人家小城镇生活 也不大搞 但人家就安安乐乐 自自在在 那不是行了吧 比如说美国很多这种 就一个镇上才几百户人 对不对 那也不出名 也不在乎外头人来不来 自己种种地 那么就得了 但有个先决条件 你去美国 你恒越东西 你就知道 人家地方多大 人家人多少 我们中国人真的那么多 你一个地方线 动辄就几十万人 百万人的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真的需要 去弄一些东西 就是说通俗一点 就是需要有不同层次的 文化旅游 这些的发展 真的很需要 就是说你 你从当地经济的发展 你很可以理解 当然你从美学上去讲 你从旅游来讲 有时候也蛮 有点心酸 我看这个场面 但是 你知道 现在这个 你说它是四川 西安人去度假的一个地方吧 西安最近自己 要投资五百亿 要建一个大黄城 你知道吗 对 要把整个 这个 古城 古城 重建 目前碰到的最大的障碍 是它要把 古城现在四五十万人口 要减半 要牵出去 牵出去 可是现在里边有很多回民 不肯走 他们不愿意走 他们一定要 住在清真寺边上 清真寺边上 有他们的商业 虽然从现代的科学的角度来讲 那些城区应该改造 很脏 或者什么 而且 而且这个大黄城 这个计划也是非常高 但是 国家也有政策 对 尤其是对少数民族 不能强行采迁 所以西安的这个 辉煌的方案 现在在很困难的进行中 但是我看了一点图 这个所谓霸气 什么 我真想他们应该多做点功夫 就是找回来 因为很怕 花了多少亿 盖出来的一个 就像我们现在常常看到 有皇帝灵啊 之类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中国不仅是原物没保存 连画连资料都很多都没有 你到时候现在 凭现在人的想象 花那么多钱 盖了那个东西 小县城 我完全可以理解 他们 其实它不是一个县城 它是人造一个旅游点 对 在一个旅游资源 缺乏的省份 它造了一个人造的旅游点 所以它这个努力 是可以钦佩的 在某种程度上 尤其是在科学上 用的道理 当然了 这个我跟你说 你看那个奔决 我自己就觉得呢 就这个心情啊 真的就是很矛盾 很矛盾 就是 就是说 它是好 它确实 它这个发展的经济 对 而且很重要 而且我是 公平 对 而且我甚至 这个真正矛盾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知道就是说 会不会是这样 采菊 东离下 悠然 见南山 这个在中国 这个不是中国人的趣味 这个是否是中国少数文人的趣味 要讲中国大多数人的趣味 是不是热闹 就像那天咱们跟王小帅导演在谈 就说 我说中华民族真的国民性是什么 好像我们说的那些啊 是不是一些儒家的知识分子的情趣 真正我看到的中华民族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永恒的东西是人气 他哪 你有一种老百姓或者游客啊 哪热闹往哪去 你还别说说他烦人多吗 人少了 他觉得没意思 对对对 就是这种热热闹闹啊 哎呀 人生鼎沸 你只要他在里面喝着啤酒 在这江边摆张桌子 一里哇拉 看看喷泉 好家敲了打鼓 他是这个趣味 你也许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你你可能不适应 你想找一个悠然的 但是安静的地方 热闹呢 其实全世界到处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热闹 比方说德国人 喜欢在一个大厅里喝啤酒 对吧 公园里喝啤酒 全部坐长凳 你说呢 他他也不是说 像你说的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喝 意大利人更喜欢在大街 那个斜斜的 你把罗马 西班牙广场 那么多人坐在那里 还不就凑个热闹吧 那广场上没什么 所以好像也都有 但是始终这个中间还是有些不同 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觉得德国人平常都不总是那么热闹 平常大部分的时间 他们的热闹呢 他们也喜欢热闹 但他们不是总是喜欢热闹 中国人比较大的特别 我们永远热闹 对 我们这个就很 因为比如说我举个那一句 有说你到一些国外的那种什么度假酒店 度假村呢 什么人家很安静的地方啊 人家吃饭啊 什么都很安静 比如说两夫妇一家的安安静静 想休闲一下嘛 你一看到中国游客来就不一样 因为那个假设十来个人一家人说 哎 小朋友不吃这个啊 这个好吃啊 这个吃啊 这整个餐厅你就只听到那些他们在说话 对不对 我们是什么时候都追求热闹 这是我们最高的享受 我就老想起这个这个阿诚先生写的一篇文章 他就讲 他说这个这个唐朝的时候 他说就是这种总是这个人呢 说话很很很声音很大 就是反映了一种气盛 他倒觉得香港 今日的香港 他往往在一些小大排档里 他能感受到这种热火朝天 就是不是就说 就说中国人喜欢这个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我大概是喜欢这个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最后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 隔离掌握核心科技 全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降向变幻 红花廊 而且我在八百里秦川 还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你知道吗 我们走在山上 我看一路的民宅 我说原来陕西 也是灰派建筑 不是 领导演高的 你这样 我给你看两张照片 八百里秦川的房子 咱们导演可以出出那照片 你看 他就是两边 这个山墙 全弄成这样 你看 再看下面 这是灰派风格 为什么呢 你到处全弄成这样 我一下 我一下 我说世界风格 因为过去 我听人说什么陕西几大怪 说他地方的房子 什么房子半边盖 就是 确实是那样 是他的房子 后来 他说 这就是领导觉得好看 领导要搞混 还是旅游 就观瞻 让别人 他觉得灰派 可能他到黄山去参观 印象很深 一路看到这样的地方 这玩意也容易 两边 你俩身强 你要那的房 现在都是这样 我说即将来外国人 就真的那么糊涂了 是吧 对 现在也挺有趣的 因为虽然比较深 这一路 有点三十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